12月27日晚 第三十二届华顶奖颁奖晚会在澳门举办 凭借古装剧《周生如故》入围两项提名的演员任嘉伦 也于前一天从青岛飞往深圳 然后抵达澳门出席此次颁奖盛典 《周生如故》不仅是今年的暴剧 也让任嘉伦凭借《周生神》一绝掌奋无数 其饰演的小男陈王心中充满大爱 一辈子为国为民 为了打消皇室对他的忌惮 不惜力士一辈子不娶妻生子 即便是后来遇到了十一 周生辰也还是一直坚守誓言 将这份爱深深埋在心底 即便有实力也不会反 所以才会有了最后悲惨的结局 就是苦了男陈王府的每一个人 特别是十一 观众看完该剧后 纷纷替周生辰布置 哪怕他能够自私一回 也不至于让大家如此一难评 编剧大概也是抓住了观众一难评的这个心理 直接让男女主双双牺牲 让剧集最后定格在悲剧的一瞬 若是换作皆大欢喜的结局 说不定周生如故还不至于如此火 命运如此正在于人物对宿命的拼命抵抗 然而最终还是失败了 所以更能引发观众共鸣 不得不说编剧在故事情节上也浮出了很多 这次任嘉伦凭借周生辰这个角色 一共是提名了两个奖项 最后也成功摘得 第32届华顶奖全国观众最喜爱 十佳演员的殊荣 与老戏古唐国强 王静松等人一同上台领奖 可以说荣幸之志 在踏上红毯之前 现场就有很多粉丝 包括守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都在等着任嘉伦走上红毯 在网上也总能看到一些人 对任嘉伦的评价 发现确实有很多人都是因为周生如故 这部剧入坑 小南城王的一颦一笑 都深深刻画在观众心里 不仅是被他古装扮相所吸引 更是被他自然的演技给折服 周生辰这个角色 相信很多人都是被一击击中了 不过任嘉伦本人却坦言 更喜欢现代戏多一些 他坦言可能古装戏 会让观众记得更深一些 那未来也希望现代戏 更多的可以达到观众的心理 任嘉伦还表示 这几年飞速发展是因为运气好 也遇到了很多优秀的导演 作品跟角色 是大家共同的努力 才有了今天的成果 华顶奖被誉为老百姓口碑荣誉 主要是为鼓励全球演艺名人所主办 鼓舞全球演艺名人的公益和创作精神 从而继此表扬对社会责任 有杰出贡献的演艺界人士 所以该奖项的含金量 还是比较高的 这次出席华顶奖的也是老戏骨居多 而且这一届的评委会 也几乎都是演艺圈的大佬 像是思琴高娃 郑小龙 龚汉林 陈建斌等等 都是在圈内比较有说服力的实力派演员 能与这么多老前辈同场 任嘉伦也倍感荣幸 他平时也是比较喜欢听老人话的一个人 前辈的传授会让自己更好的吸收 任嘉伦表示 听老人的准没错 当天任嘉伦的着装也是非常养眼 一身黑色西装 搭配微微烟熏眼妆 整个人干练十足 有不失稳重 走上红毯 任嘉伦全程也都是十分严肃 到了采访区才逐渐开始放松 跟主持人互动起来 而拿到奖杯后 任嘉伦在颁奖后台就更加活跃了 想来之前也是有些紧张 接受采访环节 任嘉伦也是彬彬有礼 借过记者的话筒 全程用心听着每一位记者的提问 并一一回答 有媒体让他回顾一下过去 展望一下未来 因为2021马上也要过完了 谁知任嘉伦又开始疲了 让他回顾过去 他就回答了32年 别说回答的还真没毛病 任嘉伦今年32岁 过去可不就是32年吗 当然开过玩笑过后 任嘉伦也是立马正儿八经地回答了提问 表示过去的一年里 很开心自己喜欢的四部剧都播了 也上了综艺发了专辑 对他来说是丰收的一年 未来希望自己可以继续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完成好更多的影视剧作品 来到华顶奖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跟老戏鼓一起领奖 任嘉伦此次从20多位提名演员中获得观众最喜爱演员奖 这对他来说是一次莫大的肯定 来到华顶奖之前 团队或许早就知道boss会拿奖 任嘉伦是前一天晚上12点半到的澳门 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大三八 还去了关野街吃牛肉面 短时间内在澳门当地转了一圈 工作室在颁奖过后 也晒出了多张任嘉伦的游玩照来庆祝这段旅程 任嘉伦身穿白色毛衣 站在古老的街道中 随便一拍即是大片的感觉 虽然他戴着口罩 但丝毫不影响任嘉伦的帅气 而任嘉伦自己也拍了很多张自拍 不知道何时会分享出来 据悉任嘉伦领完奖就会返回青岛 之前有消息称他会无缝禁足 不过目前来看 工作安排还没有新的消息 快过年了 不知任嘉伦是否要留出一些时间来陪伴家人 还是要恭喜他可以得奖 也希望以后的日子里 任嘉伦可以得到更多的认可 更多的认可